小田田豪 上場的時間是本季最多的 二十四分鐘也拿下了十分 也是本季最高 新北國王教練團認為 昨天他們排出了三個大洋將 籃籃球 吳冠璇抓到之後 這邊有快攻的機會 李佳瑞再一個小球 遞給了田豪 最後球最後還是交給了艾夫博 好 底線 田豪 有一個三分球 這兩天的田豪 那我認為他們已經這一場可以 可以觀察一下 今天舒嬅會上場多久 對 這場比賽把球給救回來 進攻剩下七秒鐘 田豪 轉身時少人響 好 這回的出手 就來不及有斜防了 而且是防守上 他是不是有 拉人的動作 把他整個扯下來的動作 是一個犯規 對 他剛剛說 零球 這個完全沒有打在球上 笑 哎呀 田豪 哇 最犯規 兩次出手沒進之後呢 最後這個由下往上的 撈球是打在脖子的手上 而且脖子還順勢 如果與田豪打脖子 脖子應該沒有任何感覺吧 對 這球感覺是 很像在針球的樣子 好險沒有壓在田豪的身上 田豪好痛 來 跑回來 這個超捷 超捷 超捷 真是拿到 柏智有點掉以輕心了 我想蘇惟在場上也在提醒他 這球是拿球其實 並不應該這樣這麼輕易被操守 又掉球了 對 柏智可能需要一個暫停 我覺得球員在場上這樣子 太不專心了 對 柏智今天從上半場上來 就感覺有蠻多狀況 對 我想不管差距 分數多少 這個在球場上認真打球的態度 還是必須要有的 對 有一點讓大家摸不著頭緒來看一下 對 第一個球 這是第二個球 這個柏智沒有交球之後 其實不應該讓球 停在中場讓田豪去 其實田豪也發現說 怎麼球掉了 他沒有去撿 對 所以造成兩次田豪 兩次上籃得分 得到了4分 本來國王隊在這一場球 第四節的比分是12比9 但是目前下工程師 在第四節的分數已經到13分了 是領先國王隊